也打不通 我给他们打电话也打不通 没有 没有联系 其实我说实话 就是叔叔阿姨们说实话 我正怎么说呢 其实我也很想我的爸妈嘛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想也想过去找他们 但是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 我有时候都想不通 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的不回来看我们 可能都忘记我了吧 我感觉 我感觉我爸妈妈可能就是说 都不想要我了 因为我们这边 可能觉得我是个女孩子 然后就不回来 也不管我们 不要我们吧 怎么可能呢 万一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呢 对不对 有时候想一想 就算有难处 他不想管我 他也觉得 我觉得他也应该回来 看一下奶奶 年纪这么大了 因为奶奶年纪大了嘛 他一直老年 老年人他有一个就是心愿吧 也算是一个心愿吧 因为自己的儿子出去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 然后就是你们懂吗 叔叔阿姨们 我也不知道 应该不可能说存在说什么那个吧 然后他的话有一个姐姐 还有个应该还有个弟弟是吧 嗯 就相当于三个 他们家就是相当于三个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情况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有时候你也不要去想那么多 万一就是说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或者有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有什么不得已的 但是他有自己的事情 他也不可能这么多年不回来呀 而且最近这两年都很少打电话回来 这个就 他姐和他弟跟着他父母在外面 他姐和他弟一直在外面 对 所以涛哥 你那个 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 放心 别别别去担心那些啊 会有办法的 会有办法 联系到他们的啊 你也不要去想那些 知道吧 会好的 想那些干啥呢 就是现在 你也不管因为这么多年没回来 你也不要去管那些 你反正就怎么说呢 自己把自己过好 就行了 没有 根本没有 因为原来他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 他跟我说过 说过之后的话 就是把他以前他父母的一些电话 拿在跟我我去打都是打不通的都是打不通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什么联系吧 对相当于就是就是打电话也打不通找不到他们在哪儿 其实我也特别想他们回来就是看一看一下我们吧 我也还我也觉得忘了就是书阿姨们你们知道吗 如果说啊这样子咱不要去说其他的 如果说这样子行悦我问你啊 嗯 如果说你爸爸站在你面前 你还认不认得到 实话是说 嗯 认不到吗 嗯 认不到了 如果说还有一个就是 真的我把你父母如果说让你父亲回来看你 你 你会会会怎样 真的吗 你觉得你是哪种心情 我不知道我觉得 应该是开心吧 但是又有一点生气吧 你想不想他们吗 想啊 嗯 我真我特别想想就行了 因为每次小时候他们总是嘲笑我们说我们父母都出去了 都不会回来都不要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星月 你不要觉得就是父母不要你或怎么样 其实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明白吧 可能就是说你现在希望吧 你现在是不知道 啊 你要是了解了之后 你其实 就知道了 明白吧 咱不用说其他的叔叔阿姨们啊 咱不用说其他的啊 其实 其实如果 如果他们我倒是希望他们是有自己的难处 我觉得 这些都可以理解 如果是真的 但是如果他们是不想 认我了 或者是说不想管我们了 我肯定就会特别特别的伤心 真的 肯定会特别特别的伤心 叔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想一下如果是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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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怎么样的心情 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心情我我不知道我不敢想我不敢想就是他们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敢想我我父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什么样子的我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那么多年了都没有回来 那么多年了都没有回来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想其他的了 应该是在我几岁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 对过好当下最重要啊 知道吧过好当下就是最重要不用去想其他的一些不好的 嗯 不过过过了这么多年我确实我就是已经忘记他们长什么样子了 嗯 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只有小时候的那种样子就很模糊在我记忆里就很模糊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如果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可能我都不认识他们了吧 但是应该还是有一种亲切感 嗯 没事叔叔阿姨们我 慢慢来吧 嗯 今年二十二十三 嗯 反正应该是 小的时候我也记不记不清楚我多少岁了 反正他们应该走了也七八年了 我记不清楚我是多少岁的时候他们出去的叔叔阿姨们 嗯 因为我在我们这边的话 女孩子他们很多都不喜欢女孩子你们知道吗 就很多他们都不喜欢女孩子我有时候经常就在想 想是不是我有时候哪里做的不够好 还有 就是我是不是不懂事啊 所以说他们说他们才不喜欢我不要我 所以说我做做很多事情我都尽量就是说 做好吧 我要把奶奶照顾好 我要把这个加过好 假如有一天他们回来了 对不对 嗯 嗯 对 对 架开好高 嗯 如果 等到那一天的时候 到时候 叔叔叔阿姨们 咱们一起见证嘛 好不好 啊 咱们一起见证行不行 谢谢 谢谢你们 同时也非常感谢 叔叔阿姨们 就是 你们对新月的 鼓励 嗯 嗯 好嘎 啊 试试一下吧 好 来我待会儿 待会儿就去 我待会儿就去问 好不好 我待会儿就去问 嗯 希望是吧 所以说 我现在我也只能 就是说 靠自己的努力 我想 把生活过得更好 把生活过得更好 对不对 我还想到时候 就是挣了钱之后 能不能把房子 学一学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那个 泥巴房子嘛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那个 就不是很安全 有一些 对不对 虽然说我 爸爸妈妈没在家 但是我觉得 我要扛起这个 的重任 嗯 管了 都干嘛 他自己做饭 他就是很少 一般 一般不自己做饭 嗯 不坐这了 嗯 好的 好的 嗯 慢慢弄吧 慢慢弄吧 对吧 你也不要去想其他的 想那些干啥呢 是不是 啊 嗯 开心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啊 现在就是 越开心越好 去想那些干啥呢 想那些 没没有 没有用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嗯 今天我看一下 等一下我安排一下 然后车拉一下 小狗怎么办 把小狗也带在路上 把 把他也带路上 你看他直接就趴着了 直接就趴在这里了 我们现在就是啥了 心愿 我们过好我们自己就行了 然后呢 你那些 比如说你想父母 或者这些 我会想办法去那个啥 知道吧 所以说不用讲其他的 也不要想其他的 也不要乱想 好不好 生活嘛 没有不如意的 他总有一些 但是你要自己想好 就是啥呢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两个人生活了 或者我们和奶奶 我们一起生活 那肯定你要组建 你自己的家庭 或者是其他的 对吧 开心一点 笑一笑 开心一点嘛 对不对 来 是吧 想那么多干啥呢 等一会走 等一会等一会 等一会 对咱没点赞点点赞 说啥 然后下面的直播预约 没预约的 咱们点点直播预约 没点预约的 再点一点直播预约 应该是看得到的 然后你去把东西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对把东西收拾一下 然后你去给奶奶说一下 让他去给奶奶说一下 最难了 太难了 事实不如意 事实不如意 对吧 心愿还是缺少主见 没有 他就是 第一 他也不会说话 他老是说话 也是罗里罗垮 就是那种 还讲不出清事实 应该是 很少这样说话 所以说才是产生这种 是吧 难吗 什么东西都难 哪有那么一方风顺 那么好的呢 对吧 出去锻炼锻炼 出去感受感受 也就也就啥都啥都会了 对吧 对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说要让他多说话 叔叔阿姨们 要让他多说话 你说他 不说话 你就看到看到没有 就是就是那种 根本不善于表达 也不善于说话 老是说话的 说一堆 他除了他小姨之外 他就没有其他说的了 对吧 除了他小 说他小姨之外 他就没有其他说的了 就只能 砸起砸吧 说一些 对不对 啊 我觉得呢 嗯 你说一下让他去城里面 或者去哪里 那也比较难 所以说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子 咱们过去待几天 晚几天 是吧 出去待几天 晚几天 对 他就是不会讲话 没可能说没经历过那些吧 没经历过那些吧 嗯 这个说白了也 比较正常吧 比较正常 嗯 奶奶应该也一直在咳嗽 他在一去不复返 对吧 他反反复复都是小姨和奶奶 听的也很累 对呀 我就是说呀 他自己 我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 他说白了 讲讲自己的 讲讲自己的聊聊天 聊聊开心的 做做事就行了 他就老是嘴巴上就是不离 第一句小姨 第二句奶奶 第一句小姨 第二句奶奶 就一直重复这些事情 他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 也没有自己的话说 明白吧 对不对 所以说他这个还是需要慢慢来 一下 不着急 是吧 一下不着急 着急也没用 对 外面去多接触一下人 啊 在哪 那个说了吗 嗯 可以不 他说 他说不去 啊 他说不去 不想 出去 那他不去咋咋去呢 那 你把你留在这 嗯 对吧 那不可能把他一个人扭在这 对 你看大家都在你说 都在说你 啊 就只是说奶奶 小姨奶奶小姨的 对 是吧 华哥 我不会说话 我也没有什么 技能 多学习 多学习 要多敞开心扉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是不是 你要多敞开心扉 什么文化 我 对吧 要多学习呀 多说话呀 有啥不能说的 自信一点的 对吧 那咱离了离了小以后 奶奶就没有其他话说了吗 那你没有其他话想对我说了吗 有啊 对不对 那就是了 对吧 那我去给奶奶说 你自己照一下 那我去给奶奶说 嗯 然后 不是 可能我 我有时候 我 我也是那个 有一点不知道说什么 说阿姨们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像 就就 我在 就没认识 浩哥以前 我的生活里 就只有小姨和奶奶 所以 所以 我 我 我才经常说他们 嗯 那我也没有读多少书吗 我有些 我不知道怎么说 可能就是 你们知道吗 可能就是 比如说 我内心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 一些 其他的东西 我 心里是那么想的 但是我 我不善于表达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表达不出来 我也说不好 说不出来那种意思 但是我心里不是那样想的 而且我知道我有很多 那个的地方 所以说我也在努力的去 去学习 但是我感觉我学东西学的有点慢 嗯 可能是因为 对 可能就是说 像有些 有些书拉人说的一样 我可能在这边待得太久了 可能在那个 大山里面待得太久了 然后思想有一点 就是头脑有一点封闭了吧 嗯 没事没事 慢慢来 好 嗯 对 不是 胆子小 嗯 对 因为我胆子确实比较小 因为小时候 经常被欺负嘛 经常被人家欺负 然后就是属于那种 话都不敢说的那种 你们知道吧 然后被人欺负 被人打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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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算了 不敢说话 完全 就是胆子很小的那种 就很害怕 很害怕 啊 因为以前也没有接触过什么人 说白了 在这里除了接触小姨和奶奶 其他人也没有接触过 也很少与人交流 所以说 可能不是很会说话 嗯 没有 奶奶 是我做饭给奶奶吃 我每天早上起来 做饭给奶奶吃 奶奶吃了 然后她又那个 她去睡觉 因为她基本上都是 身体不太好嘛 啊 没有 我以后这样子 我是这样子想的 我以后自己出去 我有能力了 我自己 赚钱了 我再去修 我不是说那个 因为浩哥 他也挺难的 啊 我其实都知道 他压力也挺大的 嗯 别伤心 他再考虑一下 等下的 考虑一下嘛 嗯 他也是不习惯 他 他说出去出去也不习惯 他在那里待了七八十年了 你说让他出去 他肯定一个老年人都不愿意出去 还觉得落叶归根嘛 你 嗯 嗯 对 我就是这一件事 我说话太快了吗 不是太快了 没啥 对啊 还年轻 还年轻 不要再讲那些事情了 听着我的耳朵都起眼了 才让他们说的 就是不要去讲那什么小意思 什么的了 自己把自己的事情讲出来就行了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讲那些就没啥的 就去不要去想那些 好吧 嗯 啊 给他说了 他考虑一下 等他等他考虑一下吧 等他考虑一下 他年龄太大了 一下你说 他也接受不了 对吧 他一下也接受不了 是吧 咋了 嗯 感觉我会脱离你的 没有 你慢慢来吧 慢慢加油吧 希望你还是有改变吧 不管哪方面 我真的有时候想不通 你为什么会喜欢上 我这么一个女孩子 知道吧 因为我觉得一般没有人会喜欢 像我们之中的 没有啊 你又在想什么呢 你又在乱想 没有没有 真的我说的是实话 那有啥呀 没有番号啊 就是这个视频上 对 慢慢来 慢慢来 没事 没事 是吧 想起来干啥呢 有时候感觉自己太笨了 学一些东西 总是学不会 没有没有啊 很多东西 反正你 我觉得就是什么 你想说什么话 就说什么话 也不要避废什么 你不要想着什么 有就感觉什么 怕什么 就不要想那一些 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呢 你很聪明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 只是你自己 没往里面去想而已 你就自己觉得 就是大家就看到你现在说话 包括你做事 就感觉是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知道吧 就包括我在旁边看到你说话 或者是什么 就感觉很压抑啊 有没有发现 叔叔 你们有没有觉得 但你要把自己的心内心打开 不要想着那些什么事情慢慢来 心急也不急不行 但是首先咱要有改变就行了 对就很压抑有没有发现吗 对就听着压力就很大的那种 明白吧 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吧 你难道没有自己的话讲吗 就放松自己放开自己那种啊 说话你就大声一点呢 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呀 你平常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了 不需要去表达其他的了 你总是一副害怕的样子 你怕什么呢 我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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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随时就是都盯着我呀 谁盯着你呀 谁把你盯着的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好 对放开心扉 你看嘛 你都老是在躲 你躲什么呢 没有啊 没有 有时候有时候也需要一点那个叔叔阿姨们 哈哥我知道 你这个 他老是在 你把我笑的 不是你老是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你要说一句话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发现叔叔阿姨们 你没有有没有发现 找自己一面 我现在能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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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现在想说 我现在能帮你 你 我现在能帮你